春秋时代的中国跟当今世界太像 简单说 当时的中国有十几个主要诸侯国 一百多个小诸侯国 以及他们名义上的共主周王室构成 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东亚大陆 就是天下也就是世界 说到春秋时代大家最普遍的印象就是乱 好像是有一大堆的诸侯国斗来斗去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西州灭亡以后 管控天下的周王室已经是名存实亡 旧的国际秩序已经失效 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超级大国 人手峰会 国际公约 国际法庭 多国部队 会场上劫持人质 这些在今天的国际新闻投票里 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在当时的中国都已经出现了 西州末年到春秋前期的历史 这段历史的主题就是称霸 而称霸的实质 就是负责任大国建立国际新秩序 本集完 最近我出了一套新书 叫称霸春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分为奇环片和静文片 讲的是春秋时代的历史 说到春秋时代 大家最普遍的印象就是乱 好像是有一大堆的诸侯国 逗来逗去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在这本书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跳出礼崩乐坏乱糟糟的传统视角 把春秋前期历史发展的主线树立清楚 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春秋时代 进而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 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 和我们当今世界之间有多么丰富的关联 任认读过春秋时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春秋时代的中国跟当今世界太像 简单说 当时的中国有十几个主要诸侯国 一百多个小诸侯国 以及他们名义上的共主周王室构成 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东亚大陆就是天下 也就是世界 西周灭亡以后 管控天下的周王室已经是名存实亡 旧的国际秩序已经失效 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在国内层面 各主要诸侯国都在开始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为的是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在国际层面 各主要诸侯国还没有像战国七雄那样 展开兼并战争 而主要是通过外交手段和有限度的军事手段进行博弈 超级大国 援手峰会 国际公约 国际法庭 多国部队 会场上劫持人质 这些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头条里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在当时的中国都已经出现了 根据孟子的总结 春秋时的实质就是齐环禁闻之事 这正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要分享的内容 那就是春秋时代的霸道政治 王道和霸道是中华政治人民的两个大词 简单的说 周五王灭伤以后建立的西周王朝 是1.0版的王道政治 也就是基于分封制的分权的王道政治 从秦王朝到清王朝是2.0版的王道政治 也就是基于郡县制的集权的王道政治 在1.0版到2.0版的王道政治之间 有一段大约500年的过渡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春秋战国时期 这其中在前半段的春秋时代 它的政治形态就是霸道政治 我们所熟知的霸主 齐环公 靖文公 他们都生活在春秋时代 要想说明白霸道政治本来是什么 我们要简要叙述一下 西周末年到春秋前期的历史 这段历史的主题就是称霸 而称霸的实质 就是负责任大国建立国际新秩序 这段历史分为四个时期 迷茫期 探索期 新常态 制衡 第一个时期是迷茫期 这个时期的主题是 周王不管事了 天下向何处去 西周末年 周幽王被杀 他的儿子周平王带着王室清大夫们 从西安逃到洛阳避难 从此一蹶不振 也就是说 周王管控的国际旧秩序崩溃了 当时中原的各个主要中国国 比如说齐国 晋国 鲁国 曹国 魏国 宋国 正国这些国家 他们的心态是比较纠结和迷茫的 一方面 他们感受到 没人管束了真自由 这些国家纷纷躁动起来 开始兼并周边的小国 增强自己的实力 另一方面 他们感受到 没人服务了 真麻烦 周王室强盛的时候是很忙的 他给各诸侯国提供很多公共服务 比如说壤仪 也就是打退进犯中原的蛮夷戎底 又比说平乱 也就是在某个诸侯国内部 发生动乱的时候 周王室直接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 平息动乱 当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中原各个主要诸侯国 不可能这样一直纠结和迷茫下去 这些国家的领导者 还没有办法想象 战国七雄之间那种 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 这是因为当时诸侯国还太多 因此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具备一统天下的军事实力 他们当时想要的未来 是一种改良的 以继续和平共处为基调的国际新秩序 在这种新的国际秩序下面 各国一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不像以前那样被周王室管得死死的 一方面能够继续享受 以前由周王室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 当然各国也愿意接受 维护这个秩序所必须的管控和费用 这就是由霸主管控的国际性秩序 与此同时 南蛮楚国的君王雄通 正式抛弃了周王室授予他的卑微的爵位 成为和周王平起平坐的楚王 称王以后的楚国 开始冲破周王室在南方设置的小国封锁线 向东试图统一南方 向北试图入主中原 第二个时期是探索期 这个时期的主题是 小坝浮出水面 新秩序开始形成 时代呼唤坝主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坝主的候选人不是清定的 而是朝前一步自己站出来的 当时有两个强国的君主站了出来 一个是山东齐国的君主齐熙公 还有一个是河南郑国的君主 郑庄公 这两位小坝主动担负起 组织会盟 调解分歧 抵御荣敌 讨伐罪过 这些本来由周王室承担的任务 同时也逐渐积累生育和名望 也就是所谓的坝主之德 这两位君主的风格非常不同 齐熙公倾向于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 可以说是一位文小坝 而郑庄公倾向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可以说是一位五小坝 不过有趣的是 这两位小坝君主之间 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 因此一度出现了 类似于G2共治中原的和谐局 不过 这样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 郑庄公去世以后 郑国陷入内乱 从此退出争霸的行列 而齐熙公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齐湘公再接再厉 向中原霸主的封顶发起憧憬 与此同时 南蛮楚国进一步发展壮大 开始引发 蔡国郑国这些临近的中原国家的恐慌 第三个时期是新常态 这个时期的主题是 齐桓公霸业大成 新秩序正式建立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 第一位得到周王室授权的中原霸主 然而他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一步 其实是因为从西周末年开始 齐庄公 齐熙公 齐湘公 三代君主没有间断的努力 比如说 齐湘公在历史书里的名声很不好 但是这个所谓的无道昏君 在任内干成了这么三件事 第一 他消灭了 堵在齐国东边的季国 为齐国向山东半岛开拓 扫清了道路 第二 他直接杀掉了 想跟自己争霸的 鲁国君主武桓公 制服了堵在齐国南边的鲁国 第三 他平定了魏国的内乱 向中原诸侯证明了 齐国具有管控中原国际秩序的实力 当然 齐桓公在贤相管仲的辅佐下 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比如说 重振周王理智的权威 讨伐北戎和南满楚国 挽救兵力灭亡的魏国 刑国 启国 还平定了鲁国的内乱 齐桓公的功绩 总结起来就是这八个字 尊王攘仪 存王济绝 齐桓公凭借这些实际行动 塑造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君主的高大形象 逐渐赢得了中原诸侯的拥戴和服从 进而得到周王室的任命 成为中原霸主 公元前651年 齐桓公召集中原诸侯在魁丘盟室 正式建立了中原国际新秩序 开启了春秋历史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的刚领性文件 就是魁丘盟约 主要内容有下面几条 第一条 君主要惩处不孝的儿子 不要换掉已经树立为继承人的儿子 不要把宠爱的妾立为正妻 第二条 尊重贤人 培育人才 以此表彰有德的人 第三条 敬爱老人 慈爱幼小 不要忘记善待路过本国的宾客 第四条 世人不得享受世袭的观止 公家的职务不要坚韧 录用世人一定要得当 不要专善地杀戮大夫 第五条 不要住堤坝截流河水 不要阻挠邻国进口粮食救急 不要在封赏土地给清大夫之后 不报告给盟主备案 第六条 所有这些参与盟会的人 从定立盟约以后 完全回归到旧日的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 南蛮楚国在南方 已经占据了大量的疆土 开始逼迫 郑国 蔡国 这些靠近他的中原诸侯 变成自己的仆从国 而抗击楚国 也成为齐桓公和以后的中原霸主的重要任务 第四个时期 是制衡派 这个时期的主题是 晋楚百年争霸开始 四大国各就各位 齐桓公去世以后 齐国陷入内乱 丢掉了霸主的地位 不过 齐桓公树立的称霸理想 却没有倒 而是成为各大国君主所追求的目标 到晋楚大战之前 楚城王已经靠硬实力 获得了鲁 魏 曹 郑 宋 陈 蔡 等主要诸佛国的规斧 成为下一个中原霸主 几乎已经没有悬念 而晋国先前几乎没有参与过中原争霸 而且刚刚从内乱中恢复过来 公元前632年 争霸素人 晋文公 率领晋国军队在中原腹地的城府 打败了楚国军队 不过 楚国军队的主力根本就没有参战 而是在战前就被楚城王带回了楚国 楚城王认为 自己深耕中原这么多年 一场战役的胜败改变不了大局 但是 让楚城王完全没有料到的是 所有的中原国家在城府之战以后 集体抛弃楚国 转头晋国 晋文公一战而罢 成为第二位得到周王室授权的中原霸主 晋文公称霸可以说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城府之战是晋楚争霸的起点 从此以后 晋国管控中原的国际秩序 楚国管控南方的国际秩序 两个超级大国 率领各自管控的诸侯国 在南北方向上展开政治和军事斗争 这场争霸持续了将近一百年 但是谁也无法彻底战胜对方 使得天下长期处在一种制衡的弹 城府之战以后 春秋时期的四大国也基本确立 他们就是曾经是中原霸主的山东骑国 现在是中原霸主的山西晋国 以及想要成为中原霸主的湖北楚国和陕西秦国 春秋末年 晋国分裂为赵卫寒三国 所以我们所熟知的 战国七雄 齐楚秦燕赵卫寒 除了燕国以外 其他六雄的地位 在春秋前期就已经奠定了